我們今天是開預備會議 請各位同仁就座 就座好之後 我們請秘書長報告目前出席的議員人數 議長 副議長 各位議員 大家早 我們現在議員出席人數36位 答覆的開會合適 近期主席宣布開會 本席宣布第四次定期大會 預備會議開始 向大會報告 預備會議的議程 一 決定第四次定期大會的議事日程表 二 抽籤決定第四次定期大會議員市政總質詢的順序 進行討論事項之前 請秘書長報告 本次定期大會各類議案上程的情形 向大會報告 我們這次定期大會各類上案情形 一 定期大會收到市政府一般的提案有85案 法規提案有2案 也今第二屆地球市程序委員會結議上程 另外市政府的報告案具有33案 以上各項議案已經已專定成策 並於大會開會前5日前送達到各位議員 二 目前議員提案的部分已收到5萬 各位議員如有其他的提案 請最晚於分組討論5日前 就是11月16日之前能夠提出 我們議事組會來會整以後 要再來送各位議員 以上報告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 現在討論的是定期大會日程表討論 請議事組宣讀 向大會報告 本次也就是第二屆第四次定期大會的議事日程 目前草案如下 從10月13號起開議到12月21號截止 每日議程安排如下 10月13號星期四 上午整天的議程是有三個議程 一 報到 二 預備會議 三 議員生活座談會 10月14日星期五議程 一 主席宣布定期大會開幕 二 報告事項 三 其他事項 10月15日16日 星期六日照規定停會 10月17日 一 星期一 市長市政報告與執行 10月18日 星期二 市長市政報告執行 10月19日星期三 教育部門報告與執行 各業務部門執行的時間 上午從九時到十二時三十分 下午是從二時三十分到六時 本日的議程 10月19日下午的議程 也是交易部門業務執行 10月20日 交易部門業務執行 10月21日星期五 上午的議程是交易部門業務執行 下午是隆林部門業務報告執行 10月22日 10月23日 星期六日 交易部門業務執行 10月28日星期五 上午交通部門業務執行 下午保安部門業務報告執行 10月29日 30日星期六日 停會 10月31日星期一 保安部門業務執行 11月1日星期二 保安部門業務執行 11月2日星期三 都市計畫委員會 業務報告執行 11月3日星期四 上午 公務部門業務報告執行 下午 公務部門業務執行 11月4日星期五 本日的議程是 一 高雄市自治條例 送請中央主管機關 核定或被查之處理情形 專案報告 二其他事項 11月5日6日 星期六日 停會 11月7日 星期一 公務部門業務報告執行 11月8日星期二 上午的議程 公務部門業務執行 下午 民政部門業務報告已執行 11月9日星期三 民政部門業務報告已執行 11月10日星期四 民政部門報告 業務執行 11月11日星期五 本日有兩個議程 一 專案報告或是專題討論 二 其他事項 11月12日 13日星期六日 停會 11月14日星期一 上午的議程 財經部門 財經部門業務報告已執行 下午 財經部門 十四 星期六日 十四 星期六日 三分組審查 三分組審查 11月22日星期二分組審查 11月23日星期三分組審查 11月24日星期四分組審查 11月25日星期五分組審查 財經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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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12月1號2號 上午的議程都是市政總質詢 下午都是分組審查 12月3日4日星期六日停會 12月25日星期一 一 上午的議程 市政總質詢 下午的議程是 二三讀會 也就是審查 一 審議本市 104年度地方總決算案 即附屬單位決算 及中紀表審核報告 二 審議本市 106年度地方總預算案 編列公債及車界收入案 三 審議本市 106年度地方總預算案 即附屬單位預算案 四 審議 市政府提案 五其他事項 附帶說明 12月5號到12月9號 星期一到星午上午的議程 都是市政總質詢 下午就是剛才所宣讀的 二三讀會 12月10日 12月11日 星期六日停會 12月12日星期一 12月13日星期二 12月14日 星期三 12月15日星期四 12月16日星期五 上午的議程都是市政總質詢 下午的議程 12月12日到12月13日 下午的議程是 二三讀會 一 審議本市 104年度地方總決算案 即附屬單位決算 及中紀表審核報告 二 審議本市106年度地方總預算 編列公債及設計收入案 三 審議本市106年度地方總預算案 即附屬單位預算案 四 審議本市審議市政府提案 五 其他事項 12月14日下午的議程是 一 宣讀議案交互審查 二 分組審查 12月15日 16日下午的議程是 分組審查 12月17日 18日 星期六日 一例停會 12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的議程也是 市政總執行 12月20日 星期二 上午的議程也是 市政總執行 12月19日 二十兩天 下午的議程 都是二三讀會 一 審議本市106年度地方總預算 編列公債及設計收入案 二 審議本市106年度地方總預算案 即附屬單位預算案 三 審議市政府提案 四 審議議員提案 五 其他事項 12月21日 星期三 本日的議程 一 討論專案調查 專案調查小組報告案 二 報告事項 三 二三讀會 也就包括了 一 審議市政府提案 二 審議議員提案 第四 成立各種委員會 也就是成立明年度的各種委員會 五 其他事項 六 主席宣布定期大會併幕 以上 請各位議員審議 各位同仁 針對第四次定期大會的議程 剛剛已經宣讀了 各位同仁 對這樣的議程 有沒有意見 有沒有意見 招案通過 現在開始抽籤決定 第四次定期大會的總諮詢順序 請推選兩位議員 一位代表抽出姓名 一位代表抽出時間 有沒有推舉的人選 他是抽人名 還是抽時間順序 李喬如議員建議 也推舉 簡幻中議員 代表大家來抽出姓名 各位同仁們意見 謝謝 那有沒有人 志願抽出時間的 或是要推舉什麼人 來抽出時間 李喬如 各位同仁 贊成嗎 好 那就請 我們請 簡幻中議員代表抽出姓名 請李喬如議員代表抽出時間 對請兩位開始了 請兩位開始了 我們站在這裡 對啊 是不是 這邊的吧 這邊可能是 所以抓桌比較方便 抓桌 抓桌 是啊 有沒有辦法拍照會比較方便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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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請請 好 好 這個請 好 請請請謝謝 包座 您是ех合 полностью 有了 誰需要 在意見 Wochen знать 聲請姐弟 12月6日第一序位王耀玉議員 12月16日第三位羅鼎成議員 11月30日第二位方信淵議員 12月9日第一位李喬如議員 12月9日第四位黃天皇議員 12月2日第一位張漢忠議員 11月30日第四位李順敬議員 12月19日第三位張峰騰議員 12月12日第一位曾俊傑議員 12月12日第二位陸淑美議員 12月20日第三位周林問議員 12月14日第四位郭建盟議員 12月20日第四位沈英章議員 12月15日第一位吳明氏議員 12月14日第二位何全峰議員 12月9日第三位李柏毅議員 12月15日第二位秀傑議員 12月5日第四位蔡金燕議員 12月6日第四位林武宗議員 12月21日第二位秀傑議員 12月21日第一位秀傑議員 12月21日第一位張文瑞議員 12月8日第四位曾麗彥議員 12月20日第二位秀傑議員 第二位林民潔議員 12月12日第三位陳信瑜議員 12月16日第二位高敏林議員 12月13日第二位秀傑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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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7日第二位秀傑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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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9日第二位陈立貞議員 12月1日第三位黃石龍議員 12月16日第一位黃柏林議員 12月8日第二位林芳如議員 11月30日第三位李雅敬議員 12月8日第一位陈正文議員 12月13日第一位陈麗娜議員 12月1日第四位林茵榮議員 12月19日第四位唐惠美議員 12月16日第四位劉德林議員 12月15日第四位張盛富議員 12月1日第一位林富堡議員 12月6日第三位二鄧英愛議員 12月12日第四位邱俊憲議員 11月29日第三位陳惠文議員 12月13日第一位蔽寬議員 12月23日第三位帮詹ston議員 11月28日第三位鄭光峰議員 來自光臨歷議員 12月12日第三位皇 translator 局記者 11月29日第三位黄紹亭議員 12月一日第三位蔵光峰議員 第二位严晓晶议员 11月30日 第一位林婉容议员 12月7日 第四位蔡昌达副议长 12月15日 第三位郑兴助议员 12月2日 第二位吴义正议员 12月14日 第一位伊斯坦大贝亚夫政府议员 12月15日 第二位陈梅娟议员 12月19日 第一位检犯中议员 12月14日 第三位周中战议员 11月28日 第四位肖永达议员 12月2日 第三位黄淑梅议员 12月9日 第四位陈梅雅议员 12月7日 第三位李梅真议员 12月6日 第二位陈翠鸾议员 12月7日 第一位苏妍辰议员 12月5日 第二位黄湘淑议员 12月5日 第三位黄胜仁议员 12月20日 第一位刘兴正议员 12月8日 第三位许惠玉议员 等一下 要先那个 请那个议事组 先不能动 先不能动 请议事组报告抽签的结果 请议事组报告抽签的结果之后 才能更换 请议事组报告抽签的结果 各位议员我们是不是先宣布以后 先宣布 我们一向都先宣布了 这样时程比较好进行好不好 谢谢各位议员 大家看一下有没有错误了 跟各位议员报告 刚经过抽签的结果 市政总执席的日期跟顺序是如下 在这边再重复报告一次 11月28日星期一 第一位周中战议员 第二位李乔儒议员 第三位郑光丰议员 第四位萧永达议员 11月29日星期二 第一位许坤远议员 第二位中胜游议员 第三位陈惠文议员 第四位唐惠梅议员 11月30日星期三 第一位林婉容议员 第二位方信渊议员 第三位李亚静议员 第四位李顺静议员 12月1日星期四 第一位林富宝议员 第二位严晓晶议员 第三位黄石龙议员 第四位林盈龙议员 12月2日星期五 第一位张翰宗议员 第二位吴义正议员 第三位黄淑美议员 第四位黄天皇议员 12月5日星期一 第一位张文睿议员 第二位黄湘淑议员 第三位王胜仁议员 第四位蔡金燕议员 12月6日星期二 第一位王耀玉议员 第二位陈翠鸾议员 第三位二邓英爱议员 第四位林武宗议员 12月7日星期三 第一位苏妍晨议员 第二位翁瑞珠议员 第三位刘新正议员 第四位蔡昌达副议长 12月8日星期四 第一位陈正文议员 第二位林芳如议员 第三位许慧玉议员 第四位曾立愿议员 10月29日星期五 第一个 12月9日星期五 第一位现在是空格 第二位陈立真议员 第三位李柏一议员 第四位陈梅雅议员 12月12日星期一 第一位曾俊杰议员 第二位陈梅娟议员 第三位陈逊宇议员 第四位邱俊宣议员 12月13日星期二 第一位陈立娜议员 第二位李宇婷议员 第三位黄绍婷议员 第四位现在是空格 12月14日星期三 第一位伊斯坦大贝亚夫政府议员 第二位何全锋议员 第三个现在是空格 第四位郭建盟议员 12月15日星期四 第一位吴明氏议员 第二位陆淑美议员 第三位郑新朱议员 第四位张胜夫议员 12月16日星期五 第一位黄柏林议员 第二位高敏宁议员 第三位罗鼎晨议员 第四位刘德林议员 12月19日星期一 第一位简范中议员 第二位陈明泽议员 第三位张丰腾议员 第四位李长生议员 12月20日星期二 第一位李梅珍议员 第二位林明杰议员 第三位周林文议员 第四位沈英章议员 以上谢谢 总执行顺序表确定 休息五分钟 要换了赶快去换